嗨 大家好 我是酷吉拉 不知道小伙伴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梦想 像酷吉拉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吃遍天价所有没有吃过的美食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到了这家位于格利布的 Jumbo Jumbo Africa 尝一尝非洲菜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准确的话应该说是埃塞俄比亚菜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紧去吃吧 咱们现在也进来了 刚刚酷吉拉看了一下菜单 他这里有这种两人起点的平板感觉非常的不错 这样可以多尝几种菜 有肉的也有素的 那像酷吉拉肯定要点这个带肉的 至于点什么菜呢 老板刚刚说交给他就好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看看老板给咱们点一些什么好吃的吧 咱们的这个前菜也来了 先来尝一尝 这是一种不知道什么的面包 是然后用来蘸这个中间的蜂蜜汁 这个面包吃起来的感觉呢 就是面包蘸蜂蜜的味道 接下来就来尝一尝这个 有点像春卷一样的东西 这个吃起来的感觉很神奇 因为它中间有豆子 所以口感上有点像红豆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红豆的味道 它里面是有放一些这种辣椒 洋葱还有蒜 它那个皮炸的特别的酥 就特别像那种中式炸春卷的味道 接下来就来尝一尝这个 我最好奇的生菜卷生牛肉 总体来说它吃不太出来是生肉的感觉 因为它那个辣椒味特别的酥 而且有一种很特殊的香料在里面 咱们的主菜也来了 真的是贼大一盘 我看菜单上不是六道菜吗 这个也不知道是卖的比较贵 还是老板给我特制的 反正这么数过来 一共有好像十一道菜 首先说到爱塞俄比亚菜 就必须要提到这个 长得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英吉拉 是一种用泰枯在发酵过之后做成的小饼 把它撕成这种大小的小饼之后 再夹着里面的这个菜 把它包在这个小饼里面吃 我怎么觉得这个羊肉 吃起来那么熟悉的感觉呢 我感觉非常像中餐的炒羊肉 然后这个饼吃起来也是挺有特色的 特别的酸 包着这个肉 接下来咱们来尝一个素的 就是这个甘蓝叶 可以吃出那种浓浓的蒜 还有黄油的味道 就有点蒜子牛油蟹的感觉 它这个应该是蒜牛油甘蓝 再来尝一尝 我也忘了这个是牛肉还是羊肉了 它这个味道挺神奇的 我起初看起来觉得有点像咖喱的感觉 但是吃起来呢 就有一种那种五香牛肉干的味道 如果刚刚那个是牛肉的话 这个应该就是羊肉的了 尝一尝 不知道味道一笔一样 感觉就有点像 加了很多香料的炖羊肉的感觉 再来我发现好像 非洲菜里面有很多都是用豆子做的菜 先来尝一尝这个绿色的豆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吃这个绿色的豆子 能出一种纳豆的感觉 但是呢又不是纳豆的味道 就是有洋葱还有蒜的味道 这感觉 真的很难说 这个非洲菜到底像哪里的菜 说实在的 比我想象中更能接受 接下来尝一尝这个鹰嘴豆 磨成的粉炒出来的糊 吃起来有一种似曾相识 但是又说不出来是什么的味道 而且重体的感觉就是一种酱的样子 再来尝一尝这个黄色的豆子酱 尝到这个黄色的酱吃起来就是那种 带着一点微微的那种甜味 但是明显又不是放了糖的那种甜味 再来尝一尝这个 他刚刚介绍说的是叫做蔬菜咖喱的东西 虽然它叫做咖喱 但是因为我已知的那些咖喱的味道 都完全的不一样 至少它不是印度咖喱 也不是日本咖喱的味道 除此之外 他刚刚一上菜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盘子里面有两块羊鲜 但其实它这个是山羊肉 咱们来尝尝看山羊肉和羊肉 到底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山羊肉和羊肉有什么不同的话 我觉得就是山羊肉要更山 而且要更瘦一点 还有一点吃爱塞俄比亚菜 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用右手 只不可以用左手 接下来我准备来尝一尝这个 爱塞俄比亚菜鸡腿 这道菜可不得了 据说在当地嫁人的时候 女孩如果这个菜做得好 才能证明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媳妇 它这个鸡腿 也总觉得是一种 似曾相识的味道在里面 好像有一点点咖喱的味道在里面 其实因为他们当地的习俗 在爱塞俄比亚周三和周五 是不吃肉的 还有一些特别的节日 也是不吃肉的 所以就有非常多 非常丰富的那种素菜 不知不觉也吃了一圈了 我现在感觉最好吃的是 中间那个炒羊肉的 羊肉特别的嫩 然后那个味道带着 番茄和洋葱的香味 其次就是这个五香炖牛肉了 哎呀不行了吃不了了 实在是吃不了了 虽然说在每一道菜都没有很多 但是实在是太大一盘了 而且底下配了好多英吉拉 吃起来就感觉特别有饱足感 剩下的这些 咱们就留着打包明天再吃了 总结一下 库家觉得这个爱塞俄比亚赛 吃起来还是非常的独特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交友伴 一定要来尝尝看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 到底差不多就结束了 观众话记得给个一键三连哦 我们友人再见 拜拜